我们想到露营 就想到要大包小包 带了一堆器材 还有设备去做一些野炊 但是现在有豪华升级版的 就是有业者 他们会了六年的时间 去种树 去规划一个野色的庄园 让您可以轻轻松松的露营 搭帐篷 不用自己来 而且可以享受当季的季节料理 蓝天白云 绿树草地 这样的景象是许多人 心底对自然的渴望 也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到大自然住一晚 而这里 再着然野色庄园 不只让人可以轻松松的 寄宿在大自然里 同时也是大树落地生根的家 土味树找家的过程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就一直在东部地区 找适当的地方 那真的是就一见钟情 来到这里 然后就马上决定要落脚在这里 那我们总共花了六年的时间 那这六年呢 都一直在种树 我们从买地的时候啊 它是一个草莓园 还有是方会的田地 那我们现在 大树小树花草草 每一棵都是我们团队 亲手种下来的 对 这里的慢生活啊 乡下的慢生活 我想是都市人 非常奢侈的一个想望 为了让大家更贴近 自然生活的随性 在卓然舍弃大型建筑物 以对环境较低干扰的帐篷 作为主要的住宿模式 帐篷这件事情呢 是一种跟大地啊 的接触的最贴近的一个建筑 大家住宿的都市丛林 事实上是有点over 太over的design这样子 那我们做最简单的 一个帐篷 可能30分钟 就可以把帐篷搭起来 我们这帐篷里面啊 就也是有床 这个床也是有我们正常的床的高度 也有冷暖气 因为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像这个平台早晚温差很大 跟自然结合 然后以最不破坏大自然的方式 来享受大自然 来到寨卓然野蛇庄园 一切都是围绕着自然环境 缓慢的进行 因此不管是散步在园区内 听花艺老师分享植物的生态 或是采集新鲜花草 细心制作一顶花罐 和青苔求花艺 透过心动手动 让人慢慢卸下科技文明的包袱 远离我们平常习惯的舒适生活圈 来到大自然的怀抱 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的原则之下 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花艺作品 不只可以借此放慢自己的脚步 也可以当作送给大自然 还有自己最好的礼物 最好的礼物除了可以自己DIY 也可以在温暖灯光和植物芬芳的相伴下 享用一顿美味的晚餐 下午刚刚我们上了一些花艺课 那这些可能就是我们在 一般在都市中可能比较少接触到的 然后到了晚上 那还有一个我们的 那是一个现场的BBQ 然后我们就享受在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真的也是在台中市 或者是整个在台湾 完全找不到这样一个餐厅的 这样子一个用餐 用餐氛围 我觉得很棒 三五好友欢聚谈笑 一旁有炽热的萤火为大家暖身子 还有附近国小学童 为了筹募毕业旅费 前来为大家表演的欢乐歌声 这样的生活 为现代人铺展了一块友善交流的平台 借助大自然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我第二个呢 对家庭朋友 尤其对自己的家人 也是当先生 太太 小孩子 一种很好的联系的感情 觉得说 来到这边跟别个地方 有最大的差异 晚餐过后 欣向老师为大家解说银河系的故事 让大家对自然科学更加了解 也为山中的夜晚增添美丽 隔天一早 最好不要赖床 因为由专业老师带领的瑜伽伸展活动 正热络展开 除了可以输筋活骨 也可以提振精神 甚至你也可以骑着自行车四处绕绕 欣赏台湾乡间的各种风光 我们这个平台就也蛮特别的 在日据时代是一个飞机厂 那后来种了茶叶 然后也是 它是一个柑橘专业区 这个平台里就 早晚温差很大 所以它的农作物啊 水果啊都非常的好吃 附近就有马拉方山啊 贯道山啊 还有大雪山 那园区里面也有 就有百香果园啊 柳丁园啊 橘子园啊 各个季节有各个季节的水果 柴果 所以柴果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来到寨卓然野蛇庄园 能够亲手采下无毒耕种 当即新鲜的水果 还能够慢慢熬煮成 酸酸甜甜的果酱 让每一位访客尽兴又开心 将自己DIY的果酱 和庄园主人准备了伴手礼带回家 在卓然野蛇庄园 希望以浓厚人情和自然风光 成为轻松体验台湾农村生活的 最佳窗口 这么轻松的露营 是不是会让人心动呢 只要细心留意观察这个市场 就可以找到目标的客户 谢谢您收看 赢在地求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